TWISE!分享!180204!转校生默默向引导道,草莓味的小桃是你的Pick吗? 在TWISE课堂上的小桃是学校的校花。 日常的学生生活结束后最喜欢的就是画黑板鲍拉,这位穿着红色校服的齐刘海小学妹平静桃。 大家会Pick她吗?星星眼! 中韩一周大事件,2PM再续约。太阳面笑临周六大婚。 本周大事件概括,2PM五成元已完成续约。 郁泽验合约将退伍后商讨。 杨贤硕为李珠诺还债。 一起之据备受称赞,太阳与拧笑临飞公开婚礼将在2月3日举行。 2AM场民与Big Hits合约到期。 今后将展开独立活动,韩国财长不会禁止数字加密货币交易。 Tip娱乐31日正式宣布已与2PM五位成员续约的消息。 Tip娱乐表示,2PM成员Juan,K,Nitken,佑荣,俊昊。 灿胜已经与公司完成续约,责演的续约事宜将在退伍后进行商讨。 成员们表达了希望2PM一直在一起的想法,将在入伍完成兵役后继续以完整体展开活动。 2.杨贤硕为李珠诺还债。 一起之据备受称赞。 Yuk娱乐代表杨贤硕为因涉嫌欺诈和强奸被转交裁判的同僚李珠诺偿还了1万韩币的债务。 这一事实在事情过后迟迟才被外界得知。 31日,演绎媒体的Facts报道称,杨贤硕代表在李珠诺被判刑一年两个月。 缓期执行两年之前为李珠诺偿还了1億6500万韩币的债务。 并且向裁判部提交了请愿书,成为导致李珠诺被减刑的决定性契机。 涉嫌欺诈和强奸,在一审判决中被判有期徒刑实行的李某,在18日抗诉二审中被判缓期执行,得到了减刑。 各邀介相关人士A某在媒体的采访中表示,杨贤硕代表为李珠诺多次被卷入不光彩的事件。 出于被拘捕的绝境中感到十分心痛,在没有和任何人商议的情况下。 通过代理人悄悄地为他偿还了债务。 根据报道,杨贤硕在连郁娱乐公司的职员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处理了此事。 杨贤硕和李某两人都是出自1990年代十分火的组合徐太子和孩子们。 李某在2013年已开满月宴专门公司为名相朋友,借了一亿6500万韩币后没有偿还。 因此在2015年被转交裁判。 去年6年又因涉嫌在首尔迪太院的某俱乐部里强奸两位女性被追加起诉。 一审当中,裁判部已虽然被害者并不积极期望,但由于受损金额大。 至今尚未偿还,所以被判时刑事不可避免的,涉嫌强奸则因为他以自己罪就记不起来为由予以否认。 但却对被害者的恢复完全不关心,唯有宣判了有期徒刑一年6个月。 不过裁判不接受了李某方面要求给予李某和被害者和解的事件。 所以李某未被当庭逮捕。 二审判决则打破了对李某的原审判决结果。 对李某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缓期执行两年。 并命令李某进行社会服务120小时,以及必须履修40小时的性暴力治疗项目。 裁判部表示,考虑到李某已经偿还了财物,再加上被害者们并不要求处罚。 并且并没有同类前科,所以一审判决实行不当,予以废弃。 3.太阳与敏孝林飞公开婚礼将在2月3日举行。 即将大婚的Big Fun太阳与女演员敏孝林将在2月3日星期六, 与为于仁川永宗岛的百岳达思城举行婚礼的After Party。 负负责策划本次派对的是出资设计电影《目光之城》临终婚礼场面的世界顶级派对策划师Young Song Martin之首。 片中那场无比浪漫的临终婚礼为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 各大舆论媒体也在期待她本次的发挥。 据悉,Young Song Martin与太阳、敏孝林夫妻资下里交情很深。 因此,在祝福二人洗剪连礼的同时,在派对的安排与设计上,也傻费苦心。 韩国最顶级豪华酒店百岳达思城自去年开幕以来,一直受到各界名流大腕的一致青睐。 一上菜乐度假村百岳达思城为这次婚宴做了最特别的布置。 受到了最适合举办本次活动场所的好评。 Young Song Martin表示自己私下里是太阳极敏孝林的粉丝。 多年来一直都很支持他们,他补充道他希望通过本次派对。 将二人犹如初恋般清新的感觉极敏孝林,无需修饰的自然之美以最完美的方式展现出来。 将本次派对作为最特别的新婚礼物献给他们。 据悉 Big Bang太阳与女演员敏孝林将于2月3日余首尔某处教会内低调举办婚礼。 婚礼只邀请家人、亲属以及好友参加。 婚礼结束后, 将与百岳达思城举办非公开式After Party。 4月2日AM厂民与Big Hits合约到期,今后将展开独立活动。 韩国男团RAM成员李厂民与Big Hits娱乐合约到期,今后将进行独立活动。 Big Hits娱乐方面一日表示,李厂民与公司的专属合约于1月31日到期。 双方在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后最终决定不再虚约。 李厂民今后将成立一人企划设展开独立活动,并将继续与公司保持合作关系。 感谢李厂民多年来对公司的信任,Big Hits娱乐会继续为他未来的发展姻缘。 另外,李厂民于2008年作为RAM成员出道,2015年与Big Hits娱乐签订装署合约。 5.韩国财长不会禁止数字加密货币交易。 韩国财政部长表示没有关闭数字加密货币交易的计划。 这消除了投资者对于韩国政府是否会对虚拟货币平台采取强硬措施的顾虑。 本周三,韩国财政部长金督员,金东,伊云恩。 对于有关韩国计划禁止本土数字货币交易的传闻进行了回应。 他说,政府没有要禁止或打压数字货币市场的意图。 并提到说,政府马上要做的是使数字货币交易正规化。 韩国加强数字货币交易市场管理的意图,被其他国家政策置顶着视为有风险的。 该国消费者权益部门在周三曾揭露交易额,达6亿美元的非法境外数字货币交易。 韩国政府称,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时刻关注助利用数字加密货币进行非法境外交易的行为。 当许多当地居民,包括学生和家庭主妇。 不管来自多方的警告都开始进入数字加密货币交易市场时。 韩国政府站在了加强数字加密货币监管的最前沿。 韩国政府此前称正考虑关闭本土数字加密货币交易。 这导致了数字货币市场的恐慌,比特币价格应声下跌。 政府官员随后澄清说那只是在考虑中的政策,现在政府的态度已经明朗了。 韩国是数字加密货币交易的主要市场之一。 此次政府将不会禁止数字货币交易的新闻,对于本土和国际投资者来说都是利好消息。 据报道,在韩国只有持有相关执照的银行和代理人才能提供境外交易服务。 另外,居民和当地企业在任何时候从该国转出超过3000美元,都需要提交税务文件并解释此交易的原因。 全年共计转出超过5万美元的个人也需要提供类似解释性文件。 本内容为互相谈与原创,严禁转载。